逍遥出轨三年 我坚持不离婚 只是源于心底的不甘 我们青梅竹马 从校服到婚纱 也曾真心相爱过 忽然有一天 我想通了 决定结束这痛苦的纠缠 放过她 也放过我自己 我带爸妈去姚哥府吃饭 进了饭店 我静止朝长旭的包厢走去 大唐经理不动声色地拦在我面前 她露出招牌微笑 恭敬道 萧太太好 恩 我点头 还是我常点的那几道菜 上快点 说完话 看着站在面前不动的经理 我察觉到了有点不对劲 太太 翠竹轩有客人 我带您去另一个包间 她礼貌询问 萧阳回来了 我下意识问道 萧总还在出差 是别的客人 开什么玩笑 翠竹轩是留给自家人的包厢 从不对外开放 你作为大唐经理 没有吩咐竟然擅自把包厢对外营业 我看你有吩咐 是萧总的吩咐 他打断我 怎么可能 话没说完 我弄住了 因为 我看到大唐经理眼神里无意间泄露的那似同情 瞬间 我什么都明白了 冰凉感从心口迅速向全身蔓延 我听到自己微微颤抖的声音 是夏明媚 对吗 是 逍遥交代你们 说他可以用翠竹轩 是 经理顿了一下 似乎不忍心 但还是继续道 萧总说 夏小姐喜欢翠竹轩 以后这个包间就是他的专属 随时为他留着 专属 我凄凉的笑了 也就是说 连我都不能进去了 大唐经理没有回答 但他躲闪的眼神和低下的额头 说明了一切 太过分了 我妈推开大唐经理 气势汹汹往翠竹轩闯去 妈 我拉住了他的胳膊 别去 清歌 别人都骑在你头上撒野了 你还在忍什么 他眼睛通红的瞪着我 我爸也板着脸站过来 如果你想出气 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 我宋家的女儿 有什么好怕的 不敢直视爸妈悲愤的目光 我拉着他们的胳膊哀求 爸妈 我们回去 好不好 你 我爸气得用手指向我 我宋明脸的女儿 怎会如此窝囊 爸 逍遥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惹怒我 让我跟他提离婚 我大声争辩 离婚就离婚 我爸愤恨道 离了他你是活不下去了吗 清歌 这样的婚姻 还有维持下去的必要吗 我妈拉着我的手 听妈的 离婚吧 不要 我大声哭嚷 我不要离婚 你就执迷不悟吧 我爸气得甩胳膊离开 我们不会再管你了 爸妈走了 我一个人待在饭店大堂 久久不动 萧太太 耳边忽然传来悦耳的声音 顺着声音的方向 我看到站在那里风情万种的女人 夏明媚 逍遥公开的情人 手工定制的改良版旗袍 完美勾勒出他方摩的身体曲线 烈焰红唇 眼波流转 美得肆意张扬 所有人都知道 夏明媚是萧瑶的心头丑 他们俩人高调的出栓入对 萧太太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 仿佛是他对我的嘲讽 在我面前 夏明媚从来没有怯场过 那种小三面对正事时的自卑 胆怯 心虚 愧疚的情绪 他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他永远都是那么理直气壮 对于我这个正事 他甚至带着屁腻和不屑 因为他知道 逍遥的偏爱在他那里 对于萧太太这个身份 他不是不在乎 而是势在必得 他笃定 我们一定会离婚 萧太太这个名号 迟早会落在他头上 所以 他不急不躁 甚至带着看好戏的心情 好整以侠地欣赏我的愤怒 无助 绝望 痛彻心扉 刚听经理说 萧太太想用翠竹轩 刚好 我吃完了 等一下让服务员收拾下 萧太太就可以进去了 越是平淡的语气 越是展现他对我的侮辱 而我却愣住了 双眼紧紧盯着他撩头发的右手 手腕处 两个小小的字母纹身很明显 哎哒 顺着我的眼神 夏明妹看了下自己的手腕 笑了 这是我闻的阿瑶名字的缩写 他感动坏了 然后也去闻了我名字的缩写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过逍遥了 竟不知道他纹身了 像当年 他看到那些有纹身的社会青年就面露厌恶 他说 纹身是愚蠢幼稚的行为 那个说自己永远不可能纹身的人 现在在手腕闻了别的女人的名字 现在想想 我已经数不清逍遥打破过多少曾经的誓言了 那些信誓旦旦的话 全部变成了荒唐的笑话 夏明妹丢给我一个轻蔑的笑 婷婷鸟鸟的离开了 我走出饭店 回头看向房顶的那三个大字 姚哥府 觉得无比讽刺 因为我在饮食上比较挑剔 很难找到符合胃口的饭店 结婚后 逍遥就为我建了这个饭店 厨师特意根据我的口味 改良了每一道菜 可以说 整个城市 这是唯一一个每道菜我都能吃得下去的饭店 虽然也对外营业 不过有一个包厢是长期为我留着的 我可以随时过来吃 饭店的名字是我取的 姚哥府 现在 这个以我俩名字命名的饭店 也被逍遥拿去讨好夏明妹了 我想 这个饭店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坐在车里 我打电话给逍遥 本以为跟之前一样 没人接听 没想到 只响了两声 对面就接了 听明妹说 你去了姚哥府 忘了告诉你 翠竹轩现在是她私人专享 如果你想去吃饭 就换别的包间 她用清淡的语调说着最刺痛人心的话 她一向知道 怎么能伤到我 逍遥 你非要这么做见我 我心间一阵阵酸痛 你知不知道 今天我爸妈跟我一起在 对面愣了片刻 又轻轻笑了 蛮不在乎的语气 你也可以选择不承受这些啊 离婚不就行了 你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逼我离婚 逍遥 当初是你说的 要一辈子对我好 是你在婚礼上发誓 永远不会背叛我 够了 一遍遍回忆那些过去的事 你不觉得无聊吗 感情变了就是变了 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回到家里 逍遥说的那些残酷无情的话 她一遍遍回荡在耳边 我不知道 我们两个怎么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境地 明明 当初我们那么相爱 所有亲戚朋友 我的爸妈 他们都不理解 逍遥高调出轨 整天带着那个女人招摇过世 把我的脸放在地上踩 我为什么还死守着这个婚姻 坚持不离婚 因为我不甘心啊 逍遥 那么爱我的一个人 怎么就变心了呢 她怎么就喜欢上别人了呢 她曾经把我捧在手心 让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那样真切地感受过爱情 以至于我现在还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我自欺欺人 觉得逍遥只是暂时在我们的感情里开了小差 我坚信 总有一天 她会回归家庭 我们会恢复原来的感情 所以 我死死抓住这段婚姻 怎么都不肯放手 哪怕痛到撕心裂肺 我怕一旦放手 我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痛苦煎熬的时候 我就靠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撑着 那些曾经在一起的日子 真的很甜啊 我和逍遥从小是邻居 她比我大一岁 上幼儿园时 她就拉着我的手 说要保护我 小学时 整个学校都知道 我是学神逍遥的妹妹 她比我高一届 等她上了初一 我还在小学六年级 但她不放心我 哪怕家里有司机接送 她也坚持每天陪我一起到学校 在小学门口 看我走进大门 她才让司机开车去另一个方向的初衷 我们两家关系好 又住隔壁 经常在一起聚餐 吃饭时 逍遥总是帮我加菜 她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讨厌吃什么 她会耐心地帮我包虾 辅导我做作业 叮嘱我不能光脚在地板走 逍遥的爸妈常开玩笑 说让她以后把我娶回家 我爸妈就说 小孩子感情好 长大以后就说不定了 逍遥会抿着嘴巴 一本正经地反驳 我会永远对清歌好 小孩子认真的模样格外可爱 她这样总是会逗小旁边的大人 我高三时 逍遥已经考进了著名学府 每天晚上 她都要跟我视频 辅导我的功课 有时候我困了 题目没做好 她就会严肃地训斥我 让我态度认真 我委屈地掉眼泪 她马上道歉 说不该凶我 清歌 我想让你来我的学校 我怕 我明白 她怕我考不好 担心我上不了她的大学 对于我的高考成绩 她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紧张 毕竟 她那是全国排名前五的大学 没点用本事还真进不去 我也担心 我也想跟她在一起上大学 但我嘴硬 考不上就算了呗 还有那么多别的大学可以选择 听说夏大的风景很美 说着说着 我停住了 因为我看到 视频里的她红了眼眶 第二天放学 刚走出学校大门 我就看到站在马路边的逍遥 我欢快地跑过去 你怎么回来了 猝不及防 我被拥进她的怀抱 我一动不敢动 静静感受她胳膊环绕的力度 好一会儿 我才小声开口 你乐疼我了 抱着我的胳膊这才松开 我看到她认真盯着我 眼角泛红 还没放假呢 怎么现在回来了 我又问一遍 昨天晚上 你说想去夏大 我担心的一夜没睡 早上就买机票赶回来了 她一气委屈 你傻不傻呀 我用手指点她额头 我开玩笑呢 她又抱住我 答应我 清歌 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 你知不知道 听说你要去别的大学 我有多害怕 一想到你四年不在身边 我根本无法忍受 上大学这半年 每天看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虽然我们一起长大 但以前年纪小 更多的是偏向以朋友和兄妹的身份相处 第一次听她这样直接的表白 我都懵了 好半天 我才结结巴巴道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逍遥无奈的叹口气 摸摸我的脑袋 笨不笨啊 我都表白了 你说什么意思 我的脸迅速发烫 可是 我还小 还没高考 那我等你 等你上大学了 我们就在一起好吗 她温柔道 清歌 你喜欢我吗 愿意以后一直跟我不分开吗 一直不分开吗 想到爱的父母 如果 以后我跟逍遥也像我爸妈那样 从恋爱到结婚 再生一个可爱的宝宝 携手共度余生 好像 确实很美好的样子 我的心里开始冒出丝丝甜意 一想到逍遥以后会是我的丈夫 我的脸更加烫了 我害羞的低下了头 清歌 你还没回答我呢 以后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嗯 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我和逍遥大学恋了四年 校园里留下很多我们甜蜜的回忆 我们在一起 两家父母也乐见其成 大学毕业 逍遥就向我求婚了 她说 怕我以后见多了帅哥会变心 要早点把我套牢 我没有变心 认真经营我们的小家 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其中 结婚三年后 逍遥却变心了 她在酒吧谈生意时 认识了在那里著唱的夏明媚 夏明媚 是一个和逍遥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逍遥 从小到大品学兼优 自律上进 按照父母给她规划的路线 一路顺风顺水 几乎没遇过什么挫折 她连网吧都没去过 因为家里有各种顶配的设置 而夏明媚 十几岁就进入社会 直高毕业开始在酒吧住场 她风情万种 热情火辣 游走于众多男人之间 这几年 她谈过的男朋友如过江之际 她自己都数不清 我调查了她的资料 甩在逍遥面前 她只看了一眼 就告诉我 这些她都知道 她知道夏明媚的所有过往 知道她谈过很多男朋友 但她不在乎 反而 她还提心吊胆 生怕夏明媚把她甩了 夏明媚曾经在我面前炫耀 她太了解男人 知道怎样拿捏男人 她说 凡是她看上的男人 勾勾手指就能掉上 这些年 还没有我拿不下的男人 她轻飘飘道 我一直把逍遥的出轨原因归结为 夏明媚这个女人太勾人了 逍遥那么爱我 怎么会变心呢 都怪夏明媚手段多 她就是个妖精 听说 第一次见面 夏明媚就直接坐到逍遥的腿上 当时 逍遥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夏明媚用手指勾她的下巴 在她耳边吹气 怎么有这么乖的男人啊 第二次见面 玩游戏时 夏明媚要用嘴巴度酒给逍遥 她不肯答应 夏明媚就趴在她的肩膀撒娇 你不答应 我就要被惩罚 去跟别的男人贴身跳舞 你忍心吗 于是 逍遥答应了她 后来 他们加了联系方式 夏明媚动不动就要求逍遥下班了去找她玩 逍遥不同意 她就连续发各种撒娇的语音求她 最后她都会妥协 认识的第十天 他们喝醉酒后上床了 当逍遥回家跟我坦诚认错后 我整个人如五雷轰顶 我一遍遍哭着质问逍遥 你怎么能背叛我 她跪在地上 抱着我的腿向我道歉 她说 那是酒后乱性 以后再也不会犯了 求求你 清歌 原谅我一次 我从没见过逍遥哭得那么伤心 或许 真的只是个意外 我原谅了她 逍遥当着我的面 拉黑了夏明媚的所有联系方式 她向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见这个女人 仅仅一个月后 逍遥又去找她了 夏明媚用别人的手机 给逍遥发了张照片 内容是她跟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她发短信 你再也不来 我就是别人的了 逍遥怒火中烧 蹴一翻天 她直接冲到了酒吧 那天晚上 她没有回家 第二天 我去了逍遥公司找她 我从没那样伤心难受过 我要闹 我要她给我一个交代 可是见面后 逍遥直接跟我道歉 清哥 对不起 我想我是爱上她了 我们离婚吧 这是逍遥第一次跟我提离婚 我怕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洗满全身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 逍遥要跟我离婚 我忘记了自己来的目的 丢掉了理直气壮的态度 冲上去抱住逍遥 阿遥 我不跟你离婚 我知道 我丢了所有女人的脸 可我那时候就是彻头彻尾的恋爱脑 再后来 我跟逍遥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离婚大战 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变为 她要求离婚 我拒绝 她高调地带着夏明媚出双入队 我大吵大闹 歇斯底里 她连我爸妈的面子也不管了 过年过节也不再陪我回爸妈家 爸妈劝我离婚 我不答应 逍遥的爸妈打她骂她 她全部接受 但就是不改 后来更是直接搬去跟夏明媚住一起了 现在 我已经联系不上逍遥了 我打电话她从来不接 发信息从来不回 我不知道她的行踪 只有她的助理 隔几天就联系我一次 问我考虑好离婚的事没 外面现在有个说法 找不到逍遥 就去找夏明媚 她一准能联系上她 我从最开始的屈辱 变为现在的麻木 婚姻到了这一步 早已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可能还是不甘吧 我也想不通 我为什么会败给夏明媚那样的女人 我跟逍遥二十多年感情 她却忍心这样伤害我 我就这么不堪吗 这两年我一遍遍回忆过去 一次次问自己到底笔下明媚差在哪里 我开始自我怀疑变得自卑敏感 自暴自弃 有时候我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 发呆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我也知道这样的状况不对 我该离婚甚至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但我下不了决心 当外面的天色黑透时 我才发觉 不知不觉又坐了一下午 最近的失眠也越来越严重了 我担心晚上又睡不着 开始焦虑 过去的那些回忆 已经被我一遍遍翻烂了 今天晚上 要靠什么支撑呢 忽然 我想到还有些回忆被遗漏了 高中时 我们在学校还拍过不少照片 那时候流行拍例的 我买了一个 一有空就在学校拍 逍遥被我强制拉来当模特 我拍了很多她的单人照 还有我们两人的大头照 那些照片 当初被我收在一个铁盒子里 应该是在储藏室放着 我顺着楼梯走到地下一层的储藏室 果然找到了那个铁盒子 抱着盒子朝楼上走 我脚步太快 不小心被绊倒 盒子飞起来又落下 照片散了一地 我挣扎着想去捡照片 却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肚子一阵阵疼痛 我感觉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来 从楼梯艰难的一步步爬上一楼 我伸手勾到了茶几上的手机 先拨打了120 等待的时候 看着身下蔓延的血气 我一阵阵惶恐 我又按响了逍遥的电话 直到救护车来 他都没有接听 对不起 孩子没保住 我的脑海里一遍遍回想着刚才医生的话 我怀孕了吗 双手不自觉抚摸小腹 我竟然不知道 孩子肯定是嫌弃我这个粗心大意的妈妈 才顽皮地跑掉 双眼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两毫泪水从眼角滑落 湿了枕头 我叹了口气 也好 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孩子也不会感到幸福 布兰师队的 真是个聪明的宝宝 可是 眼泪为什么越来越多 天花板已经模糊成一片了 我再也忍不住 将被子捂住脸 嚎啕大哭 天知道 我都想要一个孩子 情绪发泄完了 我拿出手机 打开置顶的对话框 开始输入信息 能回来一趟吗 意料之中 对方并没有回复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跟逍遥的聊天记录 已经变成了我的单项输出 我永远在问她 什么时候回家 她从不回复 就连我们的家 她也很久没回来过了 哦 不对 上个月 她回来过一次 那天 我在夏明妹的朋友圈 看到她发的照片 是逍遥在给她庆生 她声势浩大的包了整个酒吧 恨不得昭告天下 夏明妹是她最爱的人 我又一次发疯了 我给逍遥发信息 告诉她 如果她不回来 我就自杀 她被我骗回来了 我在她喝的水里下了药 看着她心红着眼睛 脖子上青筋爆气的朝我扑来 那天 清醒过来的逍遥对我冷笑 她一字一句残忍道 除了离婚 以后就算你死 我也不会回来了 我死死抱住她的腿 哀求道 求求你 逍遥 不要离开我 逍遥一脸冷漠 宋青哥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不觉得可怕吗 孩子应该就是那一次怀上的 我再一次抚摸自己的肚子 原来 曾经有一个宝宝选择了让我当妈妈 是我不配 现在 我很庆幸 还好宝宝没来 如果降临在这样的家庭 妈妈发疯 爸爸不爱 她该有多可怜啊 忽然 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觉 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 随着宝宝的离开 一起消失了 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睡了一夜 这一觉 前所未有的香甜 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踏实 睡过一整夜了 看着窗外洒进来的阳光 我忽然顿悟了 我明白了 随着那个宝宝一起消失的 是我的执念 是待在我身上的枷锁 我像是忽然想通了 决定不再和逍遥纠缠下去 整个人变得无比轻松 难道 这是宝宝送给我的礼物 离婚 再想到这两个字 我竟然没有一丝的难过和不舍 我真的能放下了 捂住双眼 我喜极而泣 擦干眼泪 我拿起手机 昨天发的消息 逍遥还是没回 我忽然想到外面流行的那个说法 找不到逍遥 就去找夏明媚 她一准能联系上她 我打开微信 点击夏明媚的头像 给她发消息 能帮我联系逍遥吗 我找她有急事 一分钟后 对方给我回复 不好意思 她还没睡醒 紧接着 她发来一张照片 是逍遥躺在床上睡觉的脸部特写 这两年来 夏明媚时不时会发这样的照片来刺激我 刚开始看到时 我发疯般的把手机砸在地上 再后来 看多了 我渐渐能控制自己的过激行为 但都免不了心痛到窒息 我知道 最好的办法是删掉夏明媚的微信 但我忍住了 我怕以后就看不到她发来的照片了 虽然那些照片让我一次次崩溃 但如果看不到了 我会一遍遍在脑海里想象 他们在一起过着怎样的生活 同样是折磨 既然都难受 能看到总比什么都看不到强 所以 我没拉黑夏明媚 忍受她对我一次次的挑衅 我病得不轻 然而 现在想通了 再看到她发来的照片 我发现内心一片平静 逍遥的这张脸部特写 在我面前变得跟陌生人一般 引不起我一丝情绪波澜 我勾起嘴角 笑了起来 真好 我解脱了 我淡定的给夏明媚发信息 告诉逍遥 我答应离婚 但你出院手续时 我接到逍遥的电话 她的生意一如既往的冷酷 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招 平时怎么都联系不上的人 一听说要离婚 马上亲自打电话过来 挺可笑的 回到家里 地毯上还粘着我的血迹 我将这块亲自从意大利买回来 曾经无比喜欢的地毯卷起来 扔到前院外的垃圾桶里 被我视为美好回忆的照片 一张张散落在地上 我捡起来 才发现照片已经褪色严重 上面的人脸变得很大 就像我们的感情一样 日渐消失 我将照片放在铁盒子里 拿到前院 点燃火柴 一把火燃烧起来 盒子里的照片很快变为灰烬 我长出一口气 捡起铁盒 我正准备拿去扔掉 前院的门打开 逍遥回来了 这两年 出现在我面前的她 永远是皱着眉头 仿佛刚看见我 她就已经失去耐心 急着赶紧离开 看了眼我手中黑乎乎的盒子 她神情不耐 你又在搞什么鬼 没事 就烧了点照片 我平静到 进来 你不是说答应离婚了吗 她抬腿朝客厅走去 我跟着进去 希望你这次别让我失望 逍遥在沙发坐下 我没空再跟你兜圈子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你再不配合 下次跟你谈的就是我的律师 我不会再出面 坐在她对面 我伸出手 难挨 什么 她愣住 离婚协议啊 我开口 不需要签字吗 之前 逍遥朝我扔过很多次离婚协议 不过都被我发疯般撕掉了 这还是第一次 我主动问她要协议 可能她有点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 她才起身 在车里 我去拿 这人 不是来谈离婚的吗 连协议都不随身带着 几分钟后 逍遥回来了 她手里捏着几张纸 你仔细看看 我并没有亏待你 她把协议递给我 这一点我倒是相信 逍遥并不缺钱 现在她想要的只是尽快离婚 拿着协议的手伸到我面前 我看到了闻在她手腕上的几个黑色字母 SI 我的内心一片平静 没有心痛 没有难过 很好 我要为自己鼓掌了 接过协议 我仔细看了一遍 她确实挺大方的 我挺满意 拿起笔 我快速签上自己的名字 给 我递给她 什么时候办手续 逍遥接过协议 盯着上面我的签名 足足看了几分钟 像是不敢相信那是我签的字 半赏 她才收起协议 对我到 一桌之内 等财产分割跟各种过户手续办完 我们就去民政局 逍遥起身的时候 电话响了 接起电话 她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柔 嗯 已经办妥了 不骗你 晚上庆祝一下 可以啊 很明显 对面的人是夏明媚 逍遥边说话边匆匆朝外走 客厅的门也忘了关 我走过去把门关上 转身的时候 看到玄关镜子中自己的模样 我吓了一跳 有多久没好好看看自己了 镜子里面这个双目无神 脸颊销瘦苍白 满脸丧气的人是谁 什么时候开始 我竟然让自己变成了这富贵样子 难怪逍遥会说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不觉得可怕吗 我现在确实挺可怕的 我对着镜子一遍遍整理表情 练习对自己微笑 没关系的 宋清歌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为自己加油 办好了所有财产相关手续 一个月后 我和逍遥拿到了离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 她居然叫住了我 我送你回去吧 她说 真稀奇 这两年 逍遥恨不得见到我就跳开极米远 生怕我抓住机会巴着她不放 现在居然主动要送我回家 难道是离婚了就不再害怕我缠她了 我直接拒绝 不用 爸妈在外面等我 听到我说离婚 爸妈立马忘了之前的不愉快 催促我赶紧离 我妈抱着我哭 我的傻闺女 你终于想通了 我爸说 在外面不开心了 就回家 爸妈永远等你 离婚这天 他们陪我一起 看到我从民政局出来 他们两人迎过来 今天是个好日子 走吧 我们去吃大餐 对于从后面走出来跟他们打招呼的逍遥 他们直接无视 眼神都不代表一眼 吃饭的时候 爸爸让我进家里的公司 跟我哥学习经营管理 公司也有你的股份 你就没兴趣了解一下 再说 你毕业后就没正经上过班 天天闷在屋子里 会憋坏的 是啊 每天上班 都跟外面的人接触 心情也会变开朗的 我妈也劝道 你们也知道 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 我贪手 还是算了吧 当初大学填志愿 我爸妈就想让我学金融管理 可是我觉得自己一点生意细胞都没有 我跟他们耍赖 家里的公司有哥哥就够了 你们就放手让我做喜欢的事吧 他们还是顺着我 让我学了自己喜欢的汉语言 大学时 我喜欢上了画画 专门到了培训班认真学了几年 我把自己学画画的作品发到网上 没想到吸引了不少粉丝 账号经营的有模有样 后来还接到了商稿 大学毕业后 我就没找工作 只专心在家画画 还出版了一本叫画画的书 挣的钱也够自己生活 现在我开始思考自己变得越来越低落 整天心情不好是不是跟我长期不出门有关 我对爸妈说我想出去旅游 放开了晚两个月 等回来后就找一个老师的工作 踏踏实实上班上大学时学的是汉语言 我就考了语文教师资格证 你自己有计划的话 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怎么开心怎么来 我爸像小时候那样 拍开我的脑袋 记住 自己书信最重要 恩 我重重点头 在外面放肆玩了两个月 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发现 心胸确实开阔了很多 绿洁在心头的那股闷气 好像不知不觉已经消散了 现在我连呼吸都格外畅快了 回家后 我妈告诉我 附近的一所实验小学在招聘教师 问我要不要试试 我点头 顺利通过比试和面试 我成为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 接下来 我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教师生活 一年级的小学生很调皮 有时候能让你头疼跳脚 有时候又哄得你没开眼笑 和一群小娃娃整天待在一起 生活都变得格外鲜活 三十岁生日那天 爸妈和哥嫂为我办了小型但温馨的家宴 只有关系最近的亲戚朋友参加 带着小侄子在后花园捉骂一事 我听到花从另一边三姑奶奶跟她儿媳妇说话 在清歌面前千万别提要给她介绍对象什么呢 也别问她还要不要结婚的话 她妈特意交代过 咱们就别多管闲事 惹人不开心 表婶不服气 可是她都三十了 还不结婚 也不能就这么单着呀 她爸妈表面不在乎 心里肯定也着急吧 三姑奶奶 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你就别加操心 哎呀 你这大嘴巴我还真不放心 等一下你就跟着我 不要一个人乱跑 好吧 表婶委屈道 我的心里一阵暖流 有这样的爸妈 真是幸福啊 怕我不开心 还专门叮嘱亲戚朋友 不要跟我提对象和结婚的事 其实 离婚已经一年了 过去的伤痛早已痊愈 我已经彻底从那段婚姻里走了出来 不再畏惧任何与此有关的话题 哪怕有人现在跟我提到逍遥 我也能心平气虎了 走进客厅 看到爸妈和几个亲戚在一起聊天 我走了过去 听说表婶很会作媒呀 有什么幼稚青年 别忘了自家侄女啊 我笑着开口 一圈长辈都愣了下 然后我妈就笑了 她拍我一下 你这孩子 还主动让长辈给你介绍对象 也不害臊 都是自家人 怕什么呀 我抱着她胳膊撒娇 看我爸妈表情自然 表婶一拍巴掌 哈哈大笑 你爸妈还担心你没走出来呢 都不敢提这事 我看你好着呢 早把那姓肖的王八蛋忘光了 大侄女啊 说到这优质青年 你表婶还真认识几个 说实话 对于婚姻 我不再抱什么期待 但也不是完全抗拒 我的想法是 能找到一个三观相符 志同道合的伙伴 哪怕没有爱情 也能作为朋友 一路相伴走下去 不过 想找到跟我同样想法的人 真的很难 我也不强求 我不拒绝相亲 反正就慢慢找着呗 说不定运气好 缘分来了 就找到那个对的人了 找不到也没关系 那就继续之前的生活 做只快乐的单身狗 其实愿意相亲 也是因为爸妈 我想让他们知道 我是真的放下了 可以面对全新的未来 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担心 在表婶的张罗下 我开始相亲 还别说 表婶还真有两把刷子 她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对象 至少从外表看上去 绝对是一表人才 她身材高瘦挺拔 穿着剪裁合身的西装 戴着金边眼镜 文质彬彬的样子 这位外表俊秀的青年 刚在我对面坐下 就挑起眉毛 惊讶道 是你 我瞪远眼睛 你认识我 去年五月 长城脚下 我还给了你一瓶 跌打损伤的药呢 她提醒 我 是你 我笑起来 咱这也太有缘分了 不过那时候你戴着口罩 我没认出你很正常吧 去年五月 我刚离婚不久 为了散心到处游玩 在长城脚下扭伤了脚 是这位好心男士给了我一瓶药 原来 她竟然跟我在一个城市 世界真小 互相自我介绍后 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周西燕 是事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 比我大两岁 聊着聊着 我们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爱好 连喜欢的歌手都是同一位 那次相亲后 我和周西燕经常在微信聊天 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开始约会 一起旅游 一起看电影 一起去那位歌手的演唱会 周西燕很忙 但她总能挤出时间陪我 她所有休息的时间都用在了我身上 一年后 我们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 竟然冲出来一位不速之客 交换戒指的时候 小瑶忽然出现在宾客席里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冒出来的 清哥不要嫁给她 我看着这个胡子拉叉 满脸憔悴的人 差点没认出来 逍遥 你在发什么疯 我没有娶她 我没有跟夏明妹结婚 逍遥的双手被保安拉着 她边挣扎边嘶喊 清哥 我错了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爱的人是你 一直是你 你不能嫁给别人 你是我的 我爸气的冲过来 对保安说 这人不是我们的宾客 请把她带出去 逍遥被两名保安强行拉了出去 回过神来 我发现周西燕紧紧捏着我的手 干嘛这么用力 我等她 我怕 她委屈的口气 我怕你跟她跑了 怎么可能 我很无语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而已 周西燕松了口气 认真看着我 清哥 我知道 你还没爱上我 你愿意跟我结婚 只是因为我合适 但我会努力 以后一起走的路还那么长 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 好 我翘起嘴角 戴上她套过来的戒指 后来听朋友说 当初刚跟我离婚 逍遥就准备和夏明妹结婚 她甚至准备了盛大的婚礼 可是在婚礼现场 新郎消失了 新娘一个人面对满场宾客 尴尬羞愤 不慌而逃 后来 他们两人就分开了 夏明妹本来也不甘心 还想纠缠 逍遥翻脸无情 用了些手段 让夏明妹下场凄惨 最后离开了这座城市 这些都跟我无关了 我也就当八卦听听 不过 还是有些唏嘘 明明逍遥当初爱下明妹爱的山崩地裂 爱到完全不过我们多年的感情 她使尽作践我 就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 后来我离婚了 成全他们 他们却分开了 我更加庆幸 还好我醒悟了 从那场荒唐的婚姻里走出来了 不然 我只能在三个人的变态关系里越陷越深 阴雨迷茫 最后只能毁了自己 逍遥根本不懂爱 也不会爱人 她的感情像牵在手里的风筝 收放自如 爱的时候 她视若珍宝 不爱的时候 她弃之如毙 和她在一起 只会受伤 我得远离这样的人 婚礼后过了段时间 逍遥的妈打电话给我 哭着酒饿去医院看看逍遥 清哥 我知道阿遥对不起你 就当帮帮阿姨 去看她一眼好吗 她为窗孔住院 坚持不肯治疗 阿姨求你了 争得了周希燕的同意 我去了医院 清哥 你来了 躺在病床上的逍遥脸色苍白的可怕 还是努力扯出一个微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看在阿姨的面子 我站在床边 表情冷静 我们已经是不相干的人了 你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 清哥 别丢下我 逍遥哑着嗓子哀求 你怎么有脸求我 我冷笑 当初不是一门心思要离婚吗 现在又做出这副鬼样子给谁看 我错了 清哥 你跟她离婚 我可以给她钱 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你回来我身边 她急得瞪圆了眼睛 施力说道 住嘴 我对我的婚姻很满意 周希燕很好 比你好一千倍一万倍 我右手轻轻抚摸上肚子 我有宝宝了 我的家庭幸福美满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不 逍遥猛地坐起来 吐了一口血 大口喘气 以后 不要再见面了 我转身离开医院外 周希燕靠在车边等着我 她看到我出现 面带微笑朝我走来 我知道 前方就是我的幸福 我不自觉扬起笑脸 加快了脚步 我是个贫行低劣的男人 我身上有着男人最恶劣的品质 建议撕迁 曾经 我很幸福 是我亲手毁掉了自己本可以美满一生的生活 现在想想 我都做了些什么荒唐事 那要伤害清哥 我是怎么忍心的 她是我最爱的人了 是我从小就喜欢的女孩 毕业后迫不及待去回家的女孩 是我想携手共度一生的女孩 可是 我却把她伤得那样深 我怎么会为了别的女人跟她离婚呢 夏明媚 这个我出轨的对象 我现在竟然连她的连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 当初怎么会觉得自己爱上她了呢 后来 一个哥们点醒了我 他说 我对夏明媚不是爱 而是一时的好奇心 她觉得 是因为我从小到大过得太循规蹈矩了 我从小品学兼优 听从家长和老师的教导 从没做过愉悦规矩的事 顺风顺水一路到名校毕业 我还早早和初恋走进婚姻的殿堂 毕业后就接手家里的公司 事业上也没遇到过什么挫折 哥们是这样总结的 你呀 过得太顺了碰到夏明媚这样有点野的女人 难免勾动你内心深处的刺激欲望 让你心痒痒 你要是上学时多谈几场恋爱 多认识几个海后渣女 再看到夏明媚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你就是山珍海味吃多了 看到路边一根从没见过的色彩艳丽的棒棒糖 被勾了魂 馋了一口 又被那浓郁的香甜惊艳道 却根本不知道 那玩意儿劣质又有害 完全不能长期吃 不愧是我哥们 足够了解我 我觉得她说的很到位 我从小就从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一路走来 身边接触到的都是成绩优秀的好学生 对于夏明媚这样的女人 我是真没见过 工作后 接触到的人比上学时要更多更复杂 谈完生意后 当合作伙伴要求去酒吧放松一下时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我是东道主 人家远道而来 提了要求 我不可能不满足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酒吧 喧嚣吵闹 灯光刺眼 我很不喜欢的氛围 也是那一次 我认识了夏明媚 我从没见过那样大胆的女人 第一次见面 她就赶坐我腿上 第二次见面 她就借着游戏药用嘴给我喂酒 我回复别人信息时 她抢过我手机 扫了她的二维码 强硬地加了好友 后来 她越来越大胆 她用手机给我发自己穿着暴露的照片 给我发魅惑撒娇的语音 辣眼睛辣耳朵 可我却没有拉黑她 可能是男人的劣根性吧 我承认 自己被她勾起了兴趣 她不同于我认识的所有女人 她热情 主动 火辣 风情万种 站在我身边 她会像藤蔓一样攀爬在我身上 眉骨头一样 我却可耻的有些享受 她随时随地都在勾引我 看我的眼神带着钩子 她对我势在必得 但也对我充满了仰视和崇拜 很多男人追求她 她都不屑一顾 只对我一人风情又乖顺 在她面前 男人的自尊心能得到极大满足 现在脱离了那段关系 我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些都是她的生存技能 她专门钻研过讨好男人的伎俩 不只是她 酒吧里像她这样的女人 其实一抓一大把 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花钱找到比她更漂亮 更会讨好我的女人 可笑的是 我没见过失面啊 我不知道 有的女人就是靠讨男人欢喜而生存的 我竟然栽在这样一个 微不足道的人身上 第一次和夏明妹发生关系 我的第一反应是惶恐 我竟然出轨了 我对不起清哥 第一时间 我向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祈求她的原谅 或许是她的原谅太轻易 我又一次背叛了她 当夏明妹给我发了 她和别的男人的照片 我愤怒 我忍不住去找了她 我知道不应该 但还是放任自己了 可能人都有潜意识的恶劣因子 我心底隐隐发觉 清哥会再一次原谅我 我赌对了 清哥冲到公司找我 我太了解她了 只一眼就察觉到她眼底的害怕 她怕我离开 心底的恶魔彻底咆哮 我残忍地告诉清哥 我爱上了夏明妹 我要离婚 如我所料 清哥哭着求我 明明是我出轨 我是犯错的人 我却稳稳站在制高点 我真恶心啊 清哥爱我 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放不下 她没有心机 也不会隐藏自己的心意 直白地把自己的感情展示给我看 她有多爱我 多离不开我 多不想离婚 这也更加让我有恃无恐 我笃定 她放不下我 舍不得离婚 她太好了 她把我惯坏了 我和夏明妹的是遭到身边所有人的反对 长辈 亲戚 朋友全来指责我 劝导我 我迟来的叛逆心被唤醒了 这种与全世界为敌的感觉让我兴奋 我甚至没空想自己再做什么 只一味地跟所有人对着来 他们不让我做 我就偏要做 我是个成年男人 我有权做决定 谁都不能阻拦我 就像纹身 我明明不喜欢 可还是在冲动下做了 我喜欢的只是那种自己做决定的感觉 第一次把离婚协议拿给清哥时 如我所料 她发疯一样撕了协议 后来 我一次次给她协议 她一次次撕毁 我太坏了 我利用清哥对我的爱 肆无忌惮地伤害她 她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折磨 她变得阴郁沉闷 暴躁失控 她一天天消瘦 满脸憔悴 也不再打扮 我发现她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可爱漂亮 元气满满的女孩了 可能是心虚 我不敢再面对清哥了 我和夏明妹高调同居了 夏明妹长得漂亮 对我又百依百顺 跟她在一起能得到很好的抚慰 我总觉得 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对抗所有人 才得到了她 她是我证明自己的荣耀勋章 所以 哪怕工作很忙 我已挤出时间陪她 这种偷来的相处 让我有一种莫名的珍惜感 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 不想面对清哥那张受伤绝望的脸 看着难受 我选择了逃避 夏明妹告诉我 清哥答应离婚时 我第一反应是 她又在耍什么手段 亲眼看着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我甚至不敢相信 愣了很久 骗我的 她肯定又在打什么主意 她怎么可能跟我离婚 直到从民政局出来 手里拿着离婚证 我才迟钝地反应过来 我离婚了 清哥不是我的妻子了 民政局外 她爸妈连眼神都没给我一个 看着他们三人离开 我的心像是破了个大洞 钻心的疼 我难受的蹲在地上 艰难的喘气 迟来的恐惧 醒满全身 我似乎真的弄丢了清哥 我不愿意面对现实 我不相信清哥真的不要我了 我故意昭告天下 我要跟夏明妹结婚 婚礼的一角 我等了一天 新娘看到我没出现都跑了 宾客都散了 清哥却没有出现 她真的不爱我了 也不在乎我会跟别人结婚 我没参加婚礼 夏明妹一句话不敢说 再见面 她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照常哄我开心 我才发觉 这个女人有多做做多虚伪 我要分手 夏明妹不答应 她一哭二闹 我冷眼旁观 我不知道当初怎么迷上这女人的 现在看一眼就恶心 她软得不行就来硬的 跑到我公司门口大喊大叫 还威胁要再网上揭露我的本性 是我把她宠坏了 让她忘了自己几斤几两 不知天高地后 我略使手段砸了她家人的饭碗 让她也找不到工作 她全家都断了经济来源 走投无路 那些被她玩弄过感情的男人们也都齐齐找上她 对她各种报复 最终 她知道我彻底厌弃她了 不可能回头了 只能带着家人离开这里 解决了夏明妹 我再去找清歌 却发现找不到她了 她的家人把她保护起来了 我怎样都打听不到她的行踪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当我再一次见到她时 她已经有新对象了 站在教室外面 偷偷看她给孩子们上课 她是那么温柔耐心 难怪孩子们都喜欢她 放学了 我刚想迈不上钱 告诉她我有多想她 她的男朋友出现了 她来接她下班 她男朋友应该经常来 因为其他老师都认识她 热情地喊着周医生 看到她和别的男人亲密相依 我肝肠寸断 我才明白 过去做的那些事 对清歌的伤害有多大 我没有勇气出现在她面前了 我胆怯了 每一天 我默默跟在他们身后 看他们约会 心如刀割 可我舍不得离开 受虐般的就这么煎熬着 再后来清歌要结婚了 我一夜没睡 反复挣扎 还是决定再睡一次 眼睁睁看着她嫁给别人 比死了还难受 在她结婚那天 我出现了 我用尽所有的卑微 祈求她 她还是选择了那个男人 我不怪她 是我活该 我用酒精麻痹自己 卫穿孔被送进医院 我一度想放弃治疗 就这么死了吧 我也能解脱了 我现在和形势走肉有什么区别 听着我妈给清歌打电话 求她来看我 我生出了一丝期待 清歌出现了 结婚后的她脸色红润 精神饱满 看得出来 她过得很好 那个男人很爱她 清歌说 这是最后一次见我了 她怀孕了 她有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她永远不可能属于我了 看着她决绝离开的背影 我崩溃了 可是 我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她呢 她愿意来见我一面 已经够善良了 住院的时候 我从认识的医生那里 无意间知道一件事 清歌 曾经怀过我的孩子 可是 那个孩子没保住 就在宝宝离开的第二天 清歌签了离婚协议 难怪 她一直想要一个我们的宝宝 宝宝没了 她得多伤心啊 我却不接她的电话 任她在医院躺了一夜 也就是那时候 清歌对我彻底死心了吧 她再也不爱我了 躺在病床上 我凄凉地笑了 走到如今这个境地 是我旧游自取 我逍遥 不配得到幸福 而清歌 我祝福他 一直幸福下去 几年后 一天 我去参加朋友举办的宴会 从携手间出来 我看到了走在前面的一家三口 尽管几年没见 只一个背影 我也能一眼认出她 宋清歌 夜夜出现在我梦里的人 她的女儿 已经会蹦蹦跳跳了呀 时间过得真快 可爱的小姑娘穿着蓬蓬裙 站在中间 双手牵着爸爸妈妈 她抬头问妈妈 妈妈 等一下我能吃个冰淇淋吗 清歌温柔地拒绝 不行 我宝贝 你还有点咳嗽 小姑娘又转向爸爸 爸爸 我想吃个冰淇淋 那 办个行不行 要不 就吃一口 好不好吗 面对这样的撒娇 爸爸明显抵抗不了 她试探地问妻子 要不 就让她吃一口 清歌瞪她一眼 你就惯着她吧 三个人的背影 在走廊拐角消失 我却站在原地 久久不能动弹 我想到了那个无缘来到这个世上的宝宝 我和清歌 曾经也有一个孩子的雅 如果我们的宝宝能生下来 她就是想要天上的月亮 我也亲手给她摘下来 明明 我已经拥有了幸福 为什么却亲手毁掉了 我也曾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我本可以 本可以拥有完美温馨的家庭 世上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本可以 毁恨蚕食着我的心脏 将我一寸寸吞没 我撑不下去了 我得回家 今天晚上要多吃几颗安眠药 一定会做一个美梦 梦里 有我最爱的清歌 还有我们可爱的女儿 医生说 我不能再依赖安眠药了 可是不吃药 就无法入睡 只有睡着了 才能在梦里见到我的爱人 梦里的清歌是我的妻子 她会对我微笑 会拥抱我 会全心全意地爱我 她会依偎在我的怀抱 对我撒娇 你当然是我最爱的人了 能做梦 真好 他会用这种